記者所在位是宜蘭縣的南澳部落 我們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畫面中可以清楚看到 宜蘭南澳受到梅基颱風侵襲 強大風勢讓記者已經站不太穩 部落大陸上有不少零星樹枝和鐵皮掉落 部分地區也有積水清新 不抵強勁風勢 部落店家和住家從27號上午11點左右開始 全數停電 居民提到這次梅基颱風帶來較大風勢 雨量也很驚人 造成斷電情形相當不方便 香港所表示 已經將七個村落停電情形回報 宜蘭縣政府災害應變中心 現在風跟雨漸漸搭起來了 那現在目前的狀況就是電力的部分 各村都沒有電 電力的部分可能沒有辦法做搶救 因為現在風雨也蠻大的 那畢竟台電也是人 那所以這邊部分只要回報上去 那因為目前來修的話是不宜 所以目前就是本來這個風雨 更小一點的時候 在做這個搶救的部分 南澳鄉長回應 梅基颱風剛登陸台灣 在強風好雨之下 台電人員不便搶修電力 希望颱風趕快過境 才能恢復電力 讓部落回歸日常生活 記者祝福卡里迪卡魯 宜蘭南澳採訪報導